爬上遮雨棚企圖钻进气窗 但一个没抓紋又掉下来 男子只好再试一次 男子来到这处社区 看到一楼的气窗没有关 立刻是爬上围墙攀得进去 身形高壮180公分高的五姓男子 先攀墙再爬上遮雨棚 最后再扶着墙壁钻进 没有关进的大楼气窗里 但却没有想到触动了红外线装置 警卫发现有人闯入 立刻通报警方到场抓人 昨天就是有发生过切案吗 有啊 以前有发生过 47岁女屋主平常爱出国旅游 把13万各国外币和户口名簿 一起随手放在抽屉里 12号他们全家外出 无信窃贼闯入就这么被偷走 因为他本身是工人 他在林口地区工作 因为他说他公投有机欠他货款 要去找公投 结果在附近意外发现 一栋社区 37岁的嫌犯其实是管窃 大林工为生有窃盗强盗 枪耗毒品多项前科 警方到场压制嫌犯才发现 他竟深藏瑞士刀麻绳 根本是预谋犯案 但对方还变成是要去工地找人 刚好经过看到窗户没关 才临时起义 万一屋主当时刚好在家 他后果不堪设向 记者孙培俊罗绿云新北市 他们的